放True或False 那我们就显示True或False 那当然这里你也可以改写成什么 让他秀出已婚未婚 不过这里又要做逻辑判断了 如果这个是True的话 那就秀出已婚 反之就是未婚 但是这个我们先简单一下下 先True或False就好了 OK 接下来的话 Date Time的部分 这边有三个整数 那这三个整数是什么 是从那个 第一个是 DST的什么 Year 对不对 点TEST 但是他现在会不会错会 为什么 因为里面要整数 结果你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字串 不接受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的方式 INT一下 点PASS一下 然后就把它怎么样 刮活起来 后面再把它刮活起来 这样应该了解意思 然后后面的话 通常都可以怎么样 Ctrl C Ctrl V Ctrl V 然后再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改一下 改改成什么 改成Mans TSTMans 这个也是一样 OK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应该了解意思吧 反正就丢过去给他 前面就变数暂存 后面再把它显示出来 OK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执行之后的话 我们因为前面是 把刚刚那个放在下面 所以他不会去执行 而会执行页面 等到页面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Terry然后年龄28岁 然后随便给他一个数字 好好的之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那因为我们后面是什么呢 是Response 把它丢出来 所以Response出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Response到哪里 到页面的上面 不过这个名称给他改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填的 姓名 有没有 我们这底下东西 年龄 是否结婚 因为这边是True 所以丢出来就True 然后呢年月日的话呢 登录日期 10月10号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他会显示还有Time 所以会自己再帮你加一个上午12点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OK 我想这里的话呢 各位试试看 等一下我会把那个画面照相之后 然后也是放在那个我的前面那个 那个那个云端空间里面 给各位参考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